3 2 1 树林基安宫政治大学华人宗教中心产学合作基地揭牌成立 为了研究宝生大地对宗教的影响 以及道教在民间信仰和历史道法的比较观摩 宫庙与学校成立基地进行研究 透过学术研讨方式进行 以这次冬天百年五朝清教大典中 就邀请来自台湾、新加坡、香港、法国 等各国的学者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我们在规划的六个主题来讨论 最重要当然是我们的宝生大地 再来就是配我们这次的百年大教 我们规划了一场教育的座谈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四场分别讨论历史上的道法 我们还讨论民间信仰 我们还讨论宗教人类学 最后我们讨论了当代中国大陆各个不同地区的教育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直在奏久 但是很多人不懂得奏久的意义 藉由这样的讨论我们会正式的出版 希望让我们民众不只是拿相对白 还可以了解我们道教、地方宗教真正的意涵 学者们一一就本身研究的内容进行讨论 这也是台湾首次以宝生大地 及道教教法内容和宗教对人类影响层面 展开深入讨论 这对现有学术研究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值得作为未来规划方针的参考 然后把这个经验提出来共同讨论 我相信这样的讨论在当代的道教学术研究上都有意义 对未来道教研究也指出了一些方向 树林基安宫举办建庙230年 即东迁百年五朝清教大典 同时与学术单位成立了产学合作基地 也让民众在祭拜的同时对于宝生大地有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也在参加五朝清教典礼中认识各项教法仪式 而不只单单持祥祭拜祈福而已 这何尝不是宗教信仰的保存及文化的传承呢 记者詹仪勋 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昌报道